我是傅强 生活中我是一个积极向上 热爱自然的人 工作上我是一个 比较简直的完美主义者 每个程序员的心中 都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 对于即将不如IP行业的我来说 今天带着同样的梦想 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可以扬帆起航 傅强男28岁黑龙江人 重庆邮电大学本科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大家好 我叫布强 之前做过数学教师 和光学方面的工作 目前在达内学习加瓦和大数据 今天想找一份相关的开发工作 谢谢大家 说完了 这么快 你刚才说什么 他们鼓掌鼓那么厉害 说也别没听到 老师来自于你们学校的是吧 因为好多同学 好多同学 你咋这么老呢 你多少年呢 八九年的 八九年 一八八九年 没有 一九八九的 你是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研究光的 对 主要偏通信方向 你们这个专业 毕业一般都是干嘛呀 主要是做一些 移动通信方面的工作 然后以及还有一些光学设计 然后以及通信设计方面的工作 成绩怎么样 班级算中等 然后 我们组的话 可能中间偏下一点 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吧 对 然后在达内的话 我们现在学的是加瓦编程 然后以及大数据编程方向 是三月底毕业 为什么要转行呢 因为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做一个相关专业的 这样方面一个工作 然后但是这份工作 公司本身很好 但是跟理想差的有点远 然后本身的话 自己做的东西 然后没有太多的成就感 对 然后后来做一个转行 然后去做教育相关的工作了 做老师的 对 是在光学最后一年的时候 然后相当于做了一个兼职的一个老师 然后做了一年 就是两份工作 同时做了一年 教什么呢 高中数学 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 幅度怎么样 这个看他来的时候成绩怎么样 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 成绩第一点的 就是差一点的 可能有二三十分 其实跟什么都不会也差不了多少 然后最后的话 可能几个月下来 半年左右 可能会达到九十到一百二 这样的程度 你上课学生们有兴趣吗 或者你是什么风格的 讲课 风格这个我也不知道 自己属于什么风格 但是大家可能 都不是很喜欢数学 但是我尽量用自己的方法 让数学变得简单一点 什么方法 因为这样就是说 比如说有的学生 他就是特别不喜欢数学 然后会做一个引导 我们做了一个彩票分析的一个系统 彩票分析 对 这个跟大家生活非常接近了 如果大家有卖彩票的话 那你岂不是很会卖彩票 没有 其实我卖的比较少一点 然后我们因为做这个 做研究的时候才会买一些 就你这软件 没啥实际效果是吧 还是有的 就是说当然 到底有用没用 对这个买彩票是没多大用 但是对我们学习来讲 用数很大 这说了半天跟买赛票没啥关系 你看他们眼睛都绿了 是吧 我这上面写 当遇上学生不爱学数学的时候 他会用一种非常诱人的引导方式 比如说谈恋爱人数筛选 来引导学生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之前也想做这样一个 类似一个计算器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的 可能还没有女朋友 然后或者是就相关这样的 那可能跟我同样年龄的 然后会有 还有多少女生还单身的 然后地域的话 比如说也在北京 然后学历的话 比如说跟我差不多 或者比我稍微低一点 我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筛选 然后呢最后可能得出来 结果是一个多少人 你筛出来你能怎么样呢 就类似一个 怎么说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吧 筛出来了就是你的 肯定不是 对啊那你筛它有啥用啊 但我至少知道我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还有多少机会 也不是 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偏玩笑一点嘛 你好无趣呀 你所有研究出来的东西都没有设计效果的 你有作品展示是吧 第一环节 对对对 来看一看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样一个平台的一个手印 然后后边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功能吧 但是这个功能的话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是这样 你这个东西做完之后你是有没有做一些市场推广 然后你做完之后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商业应用 包括你做的东西最终的这个 你的目的是什么 肯定是为了大家学习 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学习阶段 所以这个PPG拿出来以后 就说明你是一个喜欢交流 喜欢分享的人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好吧好吧 你今天来求的是大数据开发和数据分析 对这是两个方向 毕业了吧已经毕业了吧 这个月底 薪资要求多少啊 15k以上 15k 对 你上份工作多少钱 10k多一点 10k多一点 来庞百业想说什么 它15k的价格应该还是可以的 但是刚才就是您一直在很 很各种话题的跟你聊哈 图老师 但是我觉得图老师很无奈 我在互联网IT行业服务了十几年 IT男 理工男 大部分都这样 我也是理工男 您是不一样的理工男 不一样的理工男 我也是交往程序设计开发的 新娘新娘 是吧 我原来是做网络播放器的 我还学过C++ 不过我学的很失败 所以来做主持人了 其实理工男我很能够了解 在语言表达方面 他可能稍微封闭一点 但是我们今天毕竟是来求职 当然如果你求职那种专业的数据人员 倒未必需要很强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来大家有没有这种需求 我想问一下 你主要的是数据分析逻辑上面 还是在程序开发上面是比较多的 程序开发多一点 但是我自己的话 想往这个数据方向发展 那数据方向发展 你有没有考虑过 在数据分析出来之后 怎么样去运用在商业上面 其实的话 在扩展的话 是可以有这方面的应用的 就是说找规律的话 可以再往下扩展的 比如说在咱们电商行业的话 我们研究数据 那肯定分析的是规律 比如说商品的哪些可能卖得好 什么时候卖得好 财务数据分析 对 可能会用得上 我再想举一个实际的案例给你 因为我们陶工作是想 实现企业招聘和人才求职 这两个数据的一个精准匹配 那以这个做大数据分析的话 觉得如何让这两方面的数据 有个精准匹配呢 精准的话 这个我不太好说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做过 但如果匹配的话 比如说您这个在招聘工作的时候 可能会发布一些岗位 这个岗位的话会做一些需求的一个介绍 比如说要懂得哪些技能 然后那招聘的这个 我们做简历筛选的时候呢 也可能对这个简历做一个相关方面的筛选 那个傅强 我们一直在研究 就是说怎么样用数据来驱动零售 在研究这个密体 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大量的大数据方面的人才 所以我也问你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比如说可能我的超市里有两万种商品 然后我再给你一份过去一年的所有用户的成交记录 包括所有的会员的 我有的数据都给到你 但现在就是说我要针对前面五千个会员 我怎么样做一些精准的推荐 什么样的商品推荐给他 转化率会更高 其实有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男人 然后他去买一些婴儿用品的时候呢 然后他可能都会买一瓶啤酒 其实这个例子的话 我觉得刚好适合您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日常人都知道的一个段子 但是你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者 我需要听到更专业更深入的解读 比如说我们现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一个推送 比如说我在咱们淘宝上买一个东西 然后我买一本书 然后第二回我在上淘宝的时候呢 他会给我推荐相关的一些书 然后这个推荐呢 其实我觉得 或者说我发现的吧 他是统计了很多人买这本书之后 然后他还会买什么书 然后他会把这些书给我做一个推荐 其实我觉得咱们线下或者线上 其实应该都适用的 我想请我们的那个负责技术的老总 来问一个问题好吗 他在吗 他在现场 来来来 李鸿博 对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实际上你是对于整个 刚才说的数据统计算法是吧 实际上我们最需要的 实际上很多老总需要的 就是一个算法工程师 对吧 你说了很多维度 刚才也说到了很多的解决方法 但是从技术的角度 你一直没有解决 没有提出来就是 你的算法到底来怎么去实现 因为算法工程师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稀缺的 因为我们一直没做过 然后没太想 没太多想 没太多考虑这方面的事情 那你这1.5K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根本没做过 怎么说呢 因为也算是相关的 其实之前两份工作 跟这个也算有点相关的 比如说之前做数学老师 那我们做这个东西 很多都是数据分析概率里边的 这块是数学相关的东西 然后做光学那块的东西 然后我们是用电脑操作相机 然后很多都是用命令去操作的 然后这块在我们学Lending系统的时候 然后这个并不陌生 然后上手的话也会 师傅 它就是一张白纸 你就当白纸来应聘 通过他的这块这个沟通之后 就是至少从目前来说 如果到我们的 就是应聘到我们这块的技术的话 对于我们初始来说的话 我们给的价位肯定是远远低于这个 多少钱 只是按照 比如说八千到一万之间 八千到一万之间 对 好 谢谢 来 走 调吗 不调 不调 我没有 就是说做个实践 所以说因为你还没有经验 对 对吧 你还没有付诸于实践的经验 你只是在学习的状态 现在只是学有所成 还没有实践 所以说才让你降一点 降吗 不降 不降 对 好 第一轮选择趋货磊 第一轮选择趋货磊 来 把灯亮起来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为什么呢 他们不招你 不是说你没有能力 他们不懂 你这一不懂 他不懂我怎么招你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觉得你线下可以去找他们 可以去找他们的这个相关部门 让那些懂 这个我惊一下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 也有技术开发公司 对 但正常的时候 一个新的一个毕业的学生的话 一万五的话是很难录制的 但是其实在这行 其实工资起步价是挺高的 对吧 做数据的 本来起步价就挺高的 但是他们因为不太了解这个专业 所以他没法招 你说老板他可能了解人事 是吧 行政 是吧 运营 或者业务 他们都懂 但唯独数据这个东西 他不懂 其实我觉得他挺亏的 如果你愿意降薪酬的话 进入到一家公司之后 我觉得你还是挺擅长 很适合做这个 很快就会被调薪 所以你这个时候 刚才图老师给你的建议 你应该接受 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他的能力 但有的时候 你没有找到一个懂这个东西 欣赏的人 你没办法 所以我本来是说 你先进去 然后他们公司里面 有类似于这个部门的工程师 再来进行一次面试 做大数据和Java的 真的挺贵的 没关系 线下再去找找他们 再去实际头检订 好吧 不要气馁 再见 这次主要是对电商平台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然后以及对自己的方向 更加的明确 可能对老板招的 也不是技术类的岗位 然后自己今天找的 可能表述的 也没让老板理解 后边还会 找相关方面的 然后不走的地方 然后继续努力